今天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在做短期交易的时候 我们要关注哪些信息 方便我们去做出判断 首先呢第一个呢 就是交易量是必须要去看的 然后市值也必须要去看 然后呢还有个深度图 还有个价格 很多人可能只会关注价格 尤其是韭菜 我们经常讲说 韭菜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就追涨杀跌嘛 就涨的时候你就去跟进 跌的时候你去割肉 这样子你不亏钱谁亏钱呢 对不对 所以说首先第一点啊 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代币 它的价格在往上涨的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去关注 它的整个一个交易量 有没有跟着上涨啊 如果它只是价格上涨的拉盘 但是呢交易量没有同步的放大 那这种你去买入的话 基本上就会被套 OK然后市值呢 肯定是大家也会关注的 然后深度图 那我们重点会讲讲深度图 如何来看 它能看出哪些指标 然后呢我罗列了六个问题啊 这也是我们在 今天在分享这个内容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或者说要去帮助大家 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OK第一个就交易量大于市值 它正常嘛 我们会发现有些代币 它的交易量 当日24小时的交易量 是远远高于它的一个市值的 这种情况它诡不诡异啊 它是正常的现象吗 还是说你根本没有注意到 这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高交易量 但是呢深度很低的啊 这种代币 它代表了什么 说明了什么 第三个呢就交易量 它存在刷量的可能性嘛 大家可能不要像我之前真的很天真 我会觉得这个交易量就真实的啊 哪怕上了交易所 它也是有可能刷量的 然后第四呢 就是具体如何看这个深度图的一个大小 然后第五呢 就价格上涨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关注交易量啊 它有没有同步的一个上涨 第六呢就是关于这个中心化交易所才有的深度图 那我们会延展一下 就是这种啊 一个叫订单博的一个啊 这个绰合订单的模式 一个叫这个AMM OK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进入正文 首先呢 我们就先直接讲啊 这个就是什么叫订单博啊 正常来讲的交易所呢 其实就是订单博的一个形式 就是说买家卖家对吧 买家可以去啊 有个市价单 有个限价单 其实我们就可以去挂单 所以说就绰合吧 当比如说我花三块钱 我去挂某个代币 然后刚好有人去三块钱卖 我们就绰合成成功了 这就叫订单博啊 订单博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买盘和卖盘嘛 这就叫深度图 那还有个叫AMM呢 它其实是一种相对叫气中心化啊 的一种交易机制啊 它不依赖于传统的订单博 它是由智能合约自动管理的市场流动性啊 流动性提供者 它将这个资金存入 这个智能合约中形成资金尺 比如说USDT啊 以太坊啊 这样子啊 投进去 它可能是一比一的一个配比 资金尺中就包含两种 或者说多种资产 比如说以太坊和某种代币 当我们想要进行交易的时候呢 我们就将资金发送到这个智能合约当中 智能合约根据啊 这个算法自动计算出交易的一个价格 然后呢 并从交易资金尺中啊 直接交换资产 而不需要等待这个买卖订单的一个绰合 所以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用这个网页钱包 比如说欧益 我们去兑换的时候 比如说我用这个Sorana去买这个Mits 对吧 这个是一个最近有种换装的一个秘密代币 那我们会发现它就无法让我说哎呀 我可以去挂单 对不对啊 这边有一个滑点啊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也涉及到一个交易的这种匹配度 它就无法去挂单 你直接只能兑换 你只能去看好它当下的一个价格 对吧 你觉得合理 你去过关注它过往的一个价格 你觉得当下合理的话 你再去买 OK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看这个现在是5110 这个秘密代币还可以啊 也可能是一个财富密码吧 反正我去我是比较看好的 然后我买 我买了多少 我买了这个4931 现在是到5110 还可以吧 对吧 5110 差不多赚了两三百吧 两三百美金 OK 那我们接着讲正文 那首先第一个呢 其实我也是问了这个比较 这方面交易比较多的一个朋友 我问他说 深度图是不是只有中心化交易所有 其实我们不能简单的说 就是中心化交易所就有深度图 然后能去中心化交易所 它就没有深度图 不是 核心呢就是看这个挫合模式嘛 刚才也讲了一个叫订单博模式 一个叫AMM模式 像我们知道的Uniswap 对吧 包括啊 其实基本上这种链上的这种兑换都算了 交易所中心化交易所 大家都知道 像币安 OE Bitget 对吧 GitIO 这些都是啊 一般而言的交易所呢 就订单博的一个模式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像比如说Uniswap 他就有好几个版本 有V3啊 V4啊 那有些可能他逐渐的也会支持一些限价单啊 然后呢也可以去挂单 所以说啊核心要看他的一个交易的绰合的一个模式 那这边呢简单科普下可能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什么叫限价单一个叫市价单 限价单呢就是相当于我就可以去挂单对吧 我想买的更低嘛 因为价格他会波动嘛 对吧 此刻比如说我要去游泳或者晚上玩睡觉 那我就挂一个他今天的24小时最低价啊 那如果今天睡觉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这个价格达到这个点 对吧 那可能就成功了嘛 如果没达到的话就不会成功 所以说限价订单呢 他不一定确保你一定能够把这个交易完成 但是市价订单的话 基本上呢就是 嗯 你现在是多少价格 你可能直接就是按照这个现在的价格 甚至会比现在价格高一点点 基本上就是现在就能把它交易成功嘛 OK 这个就是呃 限价单和市价单的一个解读 然后呢 刚才有提到啊 就是阿森的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 就是交易量同步放大 对不对 当我们看到一个代比 尤其是我们在呃 这个链上从图口的时候 非常的一个重要 这个叫dex screen呢 对吧 呃 尤其我们是从这个 Soyana上面的一个图口 我们一般比如说这边是价格 啊 然后呢 其实你除了看价格的话 你要看他的一个什么 看他的一个市值啊 看他的一个 麦克卡对吧 啊 或者说看他这边的一个交易量 你看 像很多这个他这边交易量很高 然后慢慢慢慢的你会能发现 他基本上这个交易量就没有了 基本上这个早期的这个 呃 可能是一个常识 就是核心 他为什么会有价格的拉伸 或者说市值会上涨 核心 就是他的交易量要OK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这个市值 也不能只看价格 我们还要看他的一个交易量啊 这个要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再可以看几个 我们看看有没有那种就能看到这个交易量明显下跌的 你看一片飘飘红是吧 你看看到没 这个基本上就没有交易量啊 啊 这种呢 基本上这个图口代币可能就不行了 你看他整个FDV对吧 千万 十万 才十万 十万美金 你看 基本上这个图口代币之前一波拉伸 然后呢 现在就把币扣了 你看 这这边我们能明显看到这个 绿色的柱子就是一个交易嘛 啊 对吧 交易量 然后我们也可以点这个 呃 点这个市值来看 对不对 OK 那我们接着来讲啊 这个是一个指标 大家一定要去 呃 多关注几个维度 不要只看价格啊 觉得哇 好爽 涨了好多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去接盘啊 第二个呢 就是交易量啊 交易所的交易量是不是可以刷呢啊 就是我也问了一下切的GPT 我说代币的24小时交易 呃 量远远高于市值 这个算正常现象吗 啊 然后呢 切的GPT讲说 啊 这个呢 是不寻常的 通常情况下呢 代币的市值应该高以 起24小时的交易量 而不是说它24小时的交易量 去高于它的一个代币的市值 市值呢 其实就代币的总市场价值嘛 其实就是它的价格 乘以它流通的一个数量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 而24小时的交易量呢 是指过去24小时内 完成的所有交易的总和 那如果一个代币的24小时交易量 远远超过它的一个市值呢 它可能有这么几种原因 异常的交易活动 对吧 就是机器人交易啊 市场操纵啊 等等 然后流动性的一个问题 可能这个市场的流动性不足 导致相对较少的代币 就可以导致较高的一个交易量 然后呢数据问题 当然有时候可能是数据 统计错误 对吧 还有呢 就新币或者小市值的一个币种啊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我 其实就是看到一个 叫那个Pigcoin啊 叫这个粉红猪 它的一个市值 好像才1000多万 还几百万美金 它的交易量 竟然达到一点几个亿 我就觉得非常的诡异 非常的一个神奇 那为什么这个新币 或者说小市值的一个代币呢 它的一个 呃 这个交易量会 有时候会大于它的一个市值 不是说只是大于就不对 就远远大于的话 一定有异常啊 尤其是新币或者小市值 它偶尔大于也是正常的 为什么呢 因为新币啊 它会出现这种情况 比如说它有些代币 它的一个解锁量 对吧 它是100% 但它可能直接说10% 20% 相当于它整个的这个流通的这个 数量就很少嘛 所以它整个的市值就偏低嘛 对吧 所以说它市值 基数很低的情况下呢 你的这个交易量呢 就容易超过一个市值 比如说你看比特币 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市值 对吧 流通量是接近1969万克 然后呢市值是1.2万亿 你说比特币在这个币安交易所 每天24小时的交易量 它能大于1.2万亿吗 绝对不可能 对吧 但你想想比特币 如果它的整个的交易量 比如说只有啊 它的这个流通量只有10% 对不对 你买卖买卖 那它就很容易去超过它的一个市值 这个大家能明白吗 所以我一起追问啊 这个切特gpt啊 他说 对小币种或者说新币种 主要原因是它的一个市场的流通性较低 一小笔交易量 也可能导致交易量相对市值较高的情况出现 这边他也做了这个解释 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 然后呢交易的频率较高 对吧 那因为小币种啊或者新的一个代币 它的一个波动比较大 利润来自于拿利润来自于波动 所以说这些短期的这个交易者就会快速的买入卖出 对吧 哎呀我1000美金买进来 赚一个50美金 我可以卖掉 然后再挂单再买 对吧 就这个逻辑 所以说它的这个交易的频次啊 就会导致它24小时的一个交易量大于它的一个市值 这个很正常 还有呢就是一个市场操纵嘛 所以说它有正常的一个形现象啊 正常的一个情况导致它的一个24小时的交易量大于它的市值 但是呢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市场的一个操纵 对不对啊 比如说庄家来去操作 比如说这个代币pigcoin啊 它市值只有770万 但它的日交易额是一个亿的美元 我就觉得不合理 这个我也在我们的付费社群给大家去探讨这个问题 其实今天的这个内容就是基于探讨这个问题 然后去了解 输了以之后来给大家啊整理出来的 就是这个代币呢 它一直在跌啊 我我一开始想到说是不是卖盘比较厉害 但是关键是这点市值 它再怎么卖盘厉害 它也不可能做到一个亿的交易额 对不对 因为它一直在跌 我不觉得就是说它啊 会让很多的短期交易者 在能从中不断的去获利 所以说它从逻辑上不太会提升 它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频率 它更多是有人卖 有人买对吧 当然除非就是你庄家自己卖自己买 就是自己边炸盘边买 这也是有可能 这是一种它操纵市场的一个行为 第二种可能它用一些机器啊 或者其他一些技术的手段在操操盘嘛 我们能看到你看 它整个24小时的这个交易量是1.25亿 但它整个的市值呢 其实我看过查过只有770万 所以呢它就非常不正常 然后呢我们能看到它整个的这个 K线呢也是一个基本上跌快归零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OK 所以我就说是不是 这个庄家啊 他边炸盘边买 然后去问小伙伴 然后小伙伴就跟我讲说 他有可能是机器刷的 然后交易所啊 我就问说交易所是不是没有反刷量的机制吗 他还是说有时候它是真之眼闭之眼 然后呢他们就跟我讲说 其实是啊 首先从技术上是可以刷量的 其次呢就是可能有些代币 跟一些不讲武德的项目方他可能会联络好 对吧 因为交易所它是中心化的嘛 他就可以去做一些这种刷量 OK 但是呢这个呢 我也不确定也没有人能够去确定 比如说像币安 他毕竟是了一楼交易所 头号交易所 他可能不这么晚 但你搞不准有些二楼三楼四楼交易所 他可能就会这么晚 但是我不是说这个PICCOIN啊 他就一定是有做这个刷单刷量啊 但是呢 就是我只是想分享这个刷量刷单 在这个技术上它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我们讲说这个交易量的一个异常呢 它有很多的一个原因 首先它也是一个新币和小市值的一个代币 所以搞不准确实有大量的这种买卖买卖的一个行为 对吧 但是只不过这个代币呢 让我觉得太过于的这个异常 因为它的一个市值和 这个24小时成交量之间的这个差距过大啊 它不是说只大概一倍两倍 它接近都大概到1.5个亿到770万啊 770万就10倍 对吧 接近接近10倍以上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异常啊 有点夸张 所以说我们在比如说对韭菜 新韭菜我们去买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去单看它的一个交易量 对吧 我们要看它的市值 我们要看它的价格 我们要看它的一个呃 K线等等等等 这些维度还综合 判断我们到底应不应该买 对吧 买入的时机 不然的话很多人一看这个PICCOIN啊 觉得我这个代币这个很热呀 交易量这么大 然后呢 现在市值在770万对吧 是不是啊 哪怕涨到7个亿是不是 那我就还有一百倍空间 百倍币啊 冲对不对 很多人其实它会 我们讲说买它买在它的价值挖地 就这个代币 它的市值比说一个亿美金啊 然后呢 它整个的这个交易量也不错 对吧 然后呢 它今天下跌了20% 30% 它在洗盘 那你现在买入的话 可能过一周或者三五天之后 它涨上 你就能赚很多的钱 这个国际是对的 但是呢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 你要看 它有没有存在一些作弊的行为 或者刷交易的一个行为 OK啊 这个就是上面的一个开胃菜吧 前餐 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 如何看这个交易的一个深度啊 首先 交易深度啊 切的GPT给到的一个定义是什么 就是通过观察交易的深度 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 就是帮助你做出买入的决策 你看 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判断 我们是不是该买 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卖 包括我们在讲这个限价单 对吧 我们挂单的时候 我们应该挂多少钱是合理的 市场的公息关系啊 首先的交易深度可以告诉你市场上买卖订单的数量和价格水平 如果买单深度比卖单深度高 意味着市场上有更多的买家愿意购买 比如说70%是买单 30%是卖单 对吧 我这边好像这个也能看到啊 比如说我们能看到Bell对吧 就买这个 但他他这边就是没有呃 不能挂单 因为他其实都是链上的嘛 但是我们能看到买的人有多少 卖的人有多少 对吧 这个也是大概的一个情况 ok 然后呢 如果买盘大以卖盘的肯定就是会价格上涨 因为我们知道价格为什么下下跌 他核心的逻辑上涨下跌都是一个供息关系嘛 相反如果卖单深度比买单深度高 他就会导致价格下跌 这个大家明明又炸盘了嘛 对吧 你卖然后买的人少 他肯定价格就低了嘛 所以说我们可以根据市场的供息关系来判断买入或者说卖出的时机 然后其次呢 他可以判断这个支撑和阻力水平 就交易深度图可以显示支撑和阻力水平啊 即买单深度较高的价格啊 买单深度较高的价格水平 他通常就是视为支撑水平 对吧 卖单深度较高的价格水平 就是通啊 通常被视为主力水平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一般额言呢 我们都是用这个手机看 你看这个就是买盘啊 这个就是卖盘 OK 因为这个是getio getio它的这个买卖 它的这个颜色呢 跟这个呃 其他交易所不一样 正常的红色呢是卖 绿色呢是买嘛 对不对 他这边你看我们能看到买入啊 是97%啊 卖出是2.2% 所以说他的买盘是大于他的一个卖盘的啊 单从这个啊 买的这个数量的角度来讲 所以我们讲说 他这个高度 比如说买的这个高度 比如说这个地方 对吧 它是一个主要的位置 所以说他这个价格呢 他基本上就不太会跌到这个位置下 因为他就是一个支撑位了啊 卖盘也一样的逻辑 OK 这个呢是比特币的 你看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深度就非常的好 对不对 两边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基本上就是啊 比特币的交易深度挺高的 然后呢 啊 我们就说 卖单深度较高的价格水平 视为主力水平 你可以观察这些水平来判断价格的可能走势 并在价格接近支撑水平时考虑买入 价格接近主力水平时考虑卖出 市场的流动性 就是交易深度可以帮助我们评估市场的流动性 其实市场上有多少资金 它可以在短时间内买入或卖出 而不影响价格啊 如果在这个上面的话 其实流动性就会决定了它的一个滑点 大家都明白啊 比如说我们我们去交易这个东西 能看到它的一个滑点啊 这边是一个 目前是一个增加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选择另外一个 比如说Sleever啊 OK 这边其实一点兑换 它应该就会是会显示 因为这个比较少 我们可以看一看 OK 好像显示出来了 是吧 你看滑点就是 这个0.16 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还好 像有些交易 或者说波动比较大的一个代币 交易深度比较小的 它这个滑点会非常的夸张啊 5%10%的都有 OK 可能刚买一张就在亏 OK 市场的流动性 就交易深度可以帮助你评估市场的流动性 即市场上有多少资金可以在短时间内买入 卖出不影响价格 交易深度高 流动性较好 你可以更容易进行大额交易 而不会对市场做出过大的影响 如果像很多它交易这个深度啊 流动性不够的话 你卖个1万U 啊 你本来挂个7块钱 但你会发现 它可能就会能砸到6 6.8 你最终无法7块钱去买啊 去卖 那比特币 比如现在的价格是多少 你去买个一两万U 根本不会对这个大盘有影响 因为它的流动性太好了 然后市场情绪 对不对 交易深度还可以反映市场参与者的情绪 如果交易深度在某个价格水平上突然的增加 可能意味着市场上有更多的交易者 对这个价格水平有兴趣 这可能是由于市场情绪的一个变化啊 所以总的来讲深度图啊 这个交易的深度图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啊 公息关系 支撑和主力水平 市场的流动性 市场的情绪啊 最终来帮助我们做出买入的决策 OK啊 我也问了这个切的GPT 一个代币24小时的交易量很高 但是交易深度很低意味着什么 对不对 它其实意味着有时候也有可能就是流动性不足嘛 它有好多一个情况啊 比如说我买那个符文的容易多个啊 它的一个交易量在这个秘密代币当中 还可以一天有1300多万美金 但它的这个交易深度呢 相对就会没那么理想啊 所以说 但可能很多人会讲说这个交易量 交易量 就如果你只是挂单 后面又撤下了 它不能它不会算到交易量当中啊 这个要说明一下 OK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演示一下 比如说在手机上看这个交易深度图 对不对 我们就能看到 你看啊 现在价格中间价格是0.03070 但是呢 你挂0.03070 你会发现可能半天不会成交 因为买盘 它挂的是3051 对吧 卖盘是3096 然后我们能发现 你看这个卖盘 对吧 它是在这边买盘 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它们这个价格的匹配度是不OK的 但这边呢 你能看到这个卖盘会更多一些 你看这个就也是推特上面 大家讲说这个Dog 它的一个交易呢 就深度不OK 交易深度不OK 那么还是举个记者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Dog 它现在的价格是0.0308 对吧 刚才看了0.0308 这边也能看到 因为这个图呢 是会更形象的嘛 这边是深度的一个图表 但是本质上它这边这个买的价格 卖的价格呢 其实也能够去看到啊 如果你想买呢 你不是价格 你想卖呢 其实也不是这个价格啊 你懂吗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交易的 额动性和深度导致的 如果你想立刻卖掉 你不是挂单卖 你就只能出这个0.03074 0.03074啊 因为我们能看到这个0.03074 是这个买方出的最高价啊 对不对 但它这边标记的是一个0.03089 相当于就是你出达不到 它的这个挂的最高价 你就卖不出去 这个大家能明白吗 而这个价格 你想卖出的话啊 可能只能卖100U 这个是怎么来的 你看啊 0.03074 乘以31.49K的这个多个啊 然后我们能看到这个 31.49K乘以0.03074 你就知道 挂这个价格的这个量 或者说金额 它就可能就100U 现在你这个成交完之后 你下一个 你必须是0.03071 才能接下来去成交 所以本质上你想卖0.03089 对不对 但你会发现啊 如果你要卖1万U的话 可能最终的成成交价格 可能是0.03064 甚至更低的有可能啊 这个大家能明白吗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市场的惹动性 或者说交易的深度啊 导致的一个结果啊 本质上来讲 一句话来讲 就你实际的成交价格 会比你当前的市场价有偏差啊 像很多这种偏差可能还会比较大 所以只看价格不行啊 我们要看价格乘数量 也就是当下的一期成交量 这个成交量越多代表深度越高 一期成交量 你看73074 3071 3070 你看89.75k对吧 卖盘卖盘 是这么一个逻辑啊 OK这个就是通过这个算出来的嘛 OK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啊 这个关于我们如何去做短期交易 要看的一些指标啊 简单复盘一下呢 就是交易量要看 价格要看 深度图要看 市值要看 对吧 有时候交易量大 以这个市值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深度图它能说明什么 对吧 它代表着流动性的等等原因 OK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啊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进我们的付费社群 想要获取更多的财富密码 大家可以在我的简介 直接看到我的联系方式 直接加就行 OK 感谢大家 下一期再见 拜拜